坐下來一定都會有效 嗨 大家早 我是May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大家最近過得好嗎 今天又要來一支生活式的Vlog 會記錄我私下的療癒一日三餐 然後呢 待會我會稍微鍛鍊一下我的臀部 對 然後下午的話會有品牌的新品拍攝 所以會把這整個過程記錄給大家看 芝麻很認真的再也要彈彈 今天早上要吃昨天買的Tree Sprite的吐司 這是我很喜歡吃的吐司 再加上一片起司 烤至酥脆 平底鍋 下雞蛋 拌炒至軟嫩的炒蛋狀 最後灑上一點我私藏的麻辣粉 療癒的起司蛋吐司早餐set完成 對於無法割捨厚片吐司的我而言 這樣子一半的分量剛剛好 蛋白質滿滿 配上軟嫩的炒蛋以及融化的起司 好吃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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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早餐之後來一個居家進階的蜜桃臀訓練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的課表 說起來是有腹肌 放鬆的時候就是長這樣 臀腿的暖身我最常做的是搖擺腿 一手扶著槍大力的多角度晃動你的腳 接著我會套上翹臀圈 做一點阻力螃蟹走 啟動我的臀中肌 暖身完之後直接來到正式組 阻力的啞鈴高腳背深蹲 下降的時候慢鼻子吸氣 到底部的時候稍微膝蓋外張 抵抗翹臀圈的阻力感受臀肌的發力 接著吐氣起身 深蹲我會做10到12下 接著我會把啞鈴放下 直接接的是羅馬尼亞的硬舉 上身前傾屁股後推 比起深蹲你更能感受到大腿後側 下降的時候多刺激到臀肌 接著吐氣起身 那這個深蹲以及硬舉的組合呢 我會做個三組 組間是可以休息大約兩分鐘的 下一個動作組合也是我又恨又愛的 首先拿單邊的啞鈴 另一手扶牆 一腳前一腳後 下降的時候感覺到臀肌的完整收縮 阻力的啞鈴跨步蹲 做個10到12下之後 接著放下重量 直接做的是徒手 持續的炸臀 做完一腳之後 休息一下換另外一邊 下降的時候慢 下降的時候慢 接著放下重量 絕對不要小看徒手的 做到最後超級有感 好那現在我要來示範 我在家裡做臀腿的方法 因為我們都在健身房 可以舉很重的臀腿嘛 那當我們的器材有限的時候 只有啞鈴還有阻力帶 那這個長條阻力帶怎麼固定呢 首先先放在你的骨盆上面 繞到你的腳底把下 所以它會變成這樣 很多阻力 然後呢 然後呢 一直在把這個帶 哇 放在你的腿上 這樣就在管有三個阻力 再加一個壓力 然後抬到美麗之後 你再換上一個 輕的壓力 也沒有多輕 大概有十分鐘 對 這個時候高速一直抵抗那個腿袋 做大概超過三十下 就會很勇敢 唉 那如果你心有餘力的話 再做一個徒手的 做到力竭 最後分享我很喜歡的動作 小狗側邊抬腿 以及魚子踢腿的結合 一邊也要做個十到十五下 做個三組結束 基本上我真的覺得 女生有小腹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第一個 我們女生天生的體質就是 比男生高出許多 所以我覺得其實 女生體脂二十幾趴 其實都是一個超級正常的範圍 那你想想看呢 其實體脂二十幾趴的女生 坐下來一定都會有小腹 我想要表達的是 我不覺得很感受才叫做美 我覺得美應該是要 很多元的展現 我知道這很難跳脫 因為我自己身為健身網紅 我的身材更容易被大眾所見識 但我覺得女生更要懂得去知道說 我今天是在為了什麼樣子的目標而努力 千萬不要因為自己還不夠好 或者是外表上的那些缺陷也好 就否定了自己那麼多的努力 你要找到屬於自己的美在哪裡 那這個美呢 可能是你要透過你自己生命的旅程 去摸索出來的 就像我可能也是經歷了風風雨雨啊 我可以去接受我真機器的樣子 或者是我稍微鬆懈的樣子 如果你明明就那麼喜歡做這件事情 那當別人說 欸你為什麼身材不夠好 用別的標準去批判你的時候 我覺得難免可能你都會覺得有一些小沮喪 可是這個都不會影響你想要做任何事情的決心 所以呢我真的也很希望就是 你們也可以勇敢起來 然後想要鼓勵你們 然後跳脫出來 去欣賞自己獨一無二的價值 對 訓練完覺得很開心 謝謝今天認真努力的自己 耶 OK 我覺得很激烈 很濃烈 這次我們吃了 你在吃了解 質給你 抹煎 不停 在吃 每一個人 部分 在哪一層 打一層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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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